咱们上次讲的是这个 查找是吧 在我我我知道一个值啊 我在这个值里面进行查找 查找其他哪个哪个里面还有这个值 包括一些模糊查找 是吧 55分算优啊算凉啊算中啊算差啊 啊用的函数呢就是VLUKAP 这个函数 那么这次咱讲什么呢 讲引用 什么叫引用呢 哎首先就要介绍一下引用的第一个函数 那么学引用有什么用 学引用学好了 哎 后边的图表啊 还有你想深入的了解Excel 你想深入的使用Excel 这引用类的函数跟查找类的函数少不了 那么比如说第一个函数什么呢 是index函数 index大家都知道对吧 index就是索引的意思 那么他的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array 数组 第二个参数呢 是一个行数 第三个参数呢 是一个列数 那么太简单了 首先要先选出一个array来 哎 这就是一个这个矩阵区对吧 我要第一行第一列 我看那是什么 猜也能猜到第一行第一列是什么呀 是红对吧 哎小一点 是红对吧 那么第二行 我我现在改一下 我要第五行第三列 那么这是什么 是降 哎 一二三四五 第五行 一二三 是降 对吧 那么第五行第一列呢 是轻 哎 那么这个函数大家已经清楚了 对吧 哎 清楚了 index函数 那么除了index函数 还有一个什么函数呢 是offside函数 offside函数 也挺有意思的 作为index函数 实际上是在 矩阵里面找相应的值 而offside函数呢 它是 在这个 一位 使用一位 移动位数 比如说 它会一开始有一个引用 比如说咱们从A1开始 A1 然后呢 它会 比如说咱们移动 一位 移动两位 移动两行 移动两列 哎 回车 那么出现是米 为什么 为什么是米呢 首先 看它第一个参数是A1 也就是它的基准点在A1 对吧 和这个index函数不一样的是 index函数第一个 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矩阵 对吧 它在矩阵里边 哎 方框框行啊 在里面找 而这个 呃 一位呢 一位它是offside 是找到一个值之后 然后它进行相对的移动 哎 你看 行 移动几行 移动一行 向下一动一行 移动几列 向下一动一列 向下一动一列 哎 出现米这个字 当然了 我如果把一开始的矩阵范围选择 这样呢 它是没有值的 因为 实际是可不可以的呢 可以 比如说啊 咱们在这块建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树土啊 一 一二三四五 好吧 然后呢 在这边呢 上山打老虎 好 然后呢 咱们算这么一个东西 算什么呢 啊 首先 我可以算一下这个 这个 矩阵 首先我先找到第一个单元格 对吧 我先 offside 等于offside offside 什么呢 offside 从B13开始 啊 移动两行 移动三列 出现的是哪个值 B13啊 移动两行 一行 两行 两行 移动三列 一列 两列 三列 是不是这就是这个六啊 是这个六 那么 那么假如说我要是一个范围怎么办 我假如说从 B 第一个参数啊 是从什么呢 是从B14 到B16 这个区域 然后呢 这个 两行 两行三列 那么不要两行三列了 一行一列吧 一行一列 那么一行一列 是不是就相当于向下一移动一行 向上 向下一动一列 那么他应该是多少呢 是四五六 就是变 就是变成了 从这个蓝色的区域 变到了红色的区域 对吧 那么看看是不是 回车一下 他说 不知道这值 不知道这值没关系 它是个区域 对吧 哎 我可以用SUM函数来求一下 他的值嘛 对不对 求一下的值是十五 为什么十五 四五六 是不是架在一起 正好是十五 你说是真的吗 是真的 包括这个 假如说我移动一个 这个两行两列 两行可能不成了 因为向下只能移动 一行 那么一行三列呢 一行三列 向下移动一行 一列两列三列 就是六七八了 对吧 看看这值 六七八 他是二十一 没错 对吧 好 那么 那么除了这个参数 他还有什么参数呢 他有一个参数 是这个隐藏的参数 就是说 呃 比如说我从这个 第一个参数啊 是B13 第一个参数B13 从这个标准点进行开始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第二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 是移动的几行几列 然后呢 还有一个范围 比如说啊 高度和宽度 比如说当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啊 我要从B13开始 向下移动一行 向下移动一行 也就是到B14了 对吧 到B14了 向下移动三列 一列是二 两 一列到三 两列到四 三列到五 到五了 对吧 然后呢 他要有一个 Hate 呃 还有一个Wave 也就是有高度和宽度 所以说他就选出来的是这个格 对吧 那么结果加起来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这个12加12等于24 对吧 我看看是不是24 啊 确实24 所以这就是这个一位的操作 他默认的呢 是不要后边两个参数的 不要不要后边两个参数的 也就是直接移动到这个 这个五 这个单元格 也就是说从这块 从这个单元格啊 怎么移动呢 移动这个 向下移动一个 向左移动三个 这样移动的 这是一位移动操作 那么咱们咱们可以看到 看到这样一个东西 比如说啊 呃 现在呢 我有这么一个 表格 我有这么一个表格 那么这个表格里面呢 这个有这个武将的编号 还有武将的姓名 还有武将的这个武器 那么我我通过这个武将的编号 我想找到武将的武器 可不可以 啊 咱们可以试一下 那怎么试呢 首先在这块 在这块呢 在这块呢 咱们把它规划一下 规划一下 之后呢 在底下这块 这个单元格 哎 这个单元格里面写什么呢 这个单元格里面写这个 这个 编号 编号也就是 咱们 咱们可以做一个这个下拉式列表 对吧 数据有效性里面 做一个下拉式列表 有效性里面 它属于一个序列 哎 序列来源是 从这个范围里面进行过来 哎 这样这样 你就可以选了 对吧 哎 选中了武将之后 那么选这个 其实不是很清楚 你也不知道谁是谁 咱们可以通过有效性 改变一下这个列表 不用这个 用这个列表 啊 姓名列表 这样就更清楚了 哎 刘备 关羽 张飞 对吧 那么选中了人物之后 你要出武器 那么以前 咱们可以可以用 复习家是VLOOKUP 对吧 选用 使用VLOOKUP函数 VLOOKUP 然后呢 参数 参数第一个是LOOKUP VALUE 这个VALUE 然后呢 是找范围 啊 两个 对吧 哎 找到了青龙燕月刀 是不是 是不是 哎 刘备是青龙燕月刀吗 不是青龙燕月刀啊 啊 B10 A11 这是B3到C9 B3到C9 第二列 啊 刘备 刘备怎么会是青龙燕月刀呢 这显然不对 然后应该使用这个 精确匹配啊 精确匹配 Force 啊 磁熊剑 这回对了吧 然后呢 咱们可以使用这个赵云 赵云啊 立拳枪 然后换一个换一个点围 点一围手里挤 对吧 哎 这就对了 那么这是VLOOKUP方法 我 我现在学到 Offset 我用Offset 成不成 哎 我试试吧 Offset 首先的肯定是 呃 高度宽度都是1 对吧 那么 起点的这个 这个点是多少呢 起点的点 就是一开始的点 一开始的点 肯定是这个 这个 这个B3 是吧 B3 它移动几行几列呢 这移动几行几列 我还真不知道 那么就一定要找到 这个点围 它本身在这个列表里面 是第几个 那么这时候 我我需要用 用到一个函数 是一个叫match的函数 这个函数实际就是 先找到 它是第几个 这样的函数 比如说咱们 先学习 使用一下match函数 match函数 首先是鲁卡布Value 比如说这个 A11这个Value 然后呢 它找这个范围 找个范围 然后呢 match type 它也分成精确匹配什么的 我 这样引用 7 为什么是7 1234567 7个 对吧 那么 所以点为是7 所以这个offset offset 就可以 借助这种方式来出来 对吧 offset 找到第一个 对吧 它向下一动几行啊 移动7行不行 移动7行不行 移动7行 应该是7减1行 对吧 6行 移动几列呢 移动的是 这个0 这个1列 往后移动1列 就可以了 你说我移动负1列 行不行 向前移动1列 成不成 试一试 哎 也可以是吧 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往前移动 和往后移动都可以的 哎 手里挤 这时候我在 我在 等于现在我 我实现这个函数 就不用VLOOKUP了 是吧 我用这个 offset 和match 配合着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咱们看 看看这边 这这个 这边这个排序 怎么做的 这边这个 这个武器呀 这个 里面 它都 它都进行了排序 那么这个排序 怎么做的呢 首先 这个 它这块有这个 相应的这个 属国 所属的国家 第一个是谁呢 是关羽 关羽 赵云 张飞 诸葛亮 曹操典维 是吧 这个 这个人都放进去了 之后 而且他还空一行 每个都空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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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做呢 大家注意可以注意到 这是用这个 offside做的 对吧 offside怎么移动 是吧 它这里面涉及到 两个参数 是这个 判断一下 因为他为什么会 隔一行做一个呢 他判断一下 他当前这行 是不是 行号是基数 还是柔数 那怎么办呢 有一个函数 比如说 我想判断这个 GR这个当前的 行数是多少 那你可以用 这个 W ROW ROW ROW这个函数 然后用它本身 本身是多少 G2 对吧 GR 回车 那么它又是第二行 当然了 它也有相应的 Co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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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呢 Colium G2 实际就是列 它是第几列 第七列 通过这个呢 你能够看出 它是第几行 然后呢 再根据什么 来判断 实际 实际 咱们注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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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这么一些 关键属性 它首先 它是选一下 第几个 选一下第几个之后呢 然后才判断 它这个 是否空一行 然后 如果空一行的话 它就怎么样 如果是偶数行 它就 它就为空 如果是技术行呢 如果是技术行 怎么样 它就进行移位操作 怎么移的位呢 就从那个 最上边的那个 这个 进行移位 每一次呢 它都 因为它 它这个 这个 处于二过呀 所以就取 你说这太复杂了 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 确实有一个 那怎么办呢 我呀 在前面插入 插入一列 再插入一列 在这块啊 这个 我拉出一个序号来 拉出一个序号来 大家 大家看这样 我是不是就拉出序号来了 呃 等了 这这 这些先都删除掉 这些又不相关 先删除掉 然后 我把序号先拉出来 拉出来了之后呢 哎 填充序列 就从一二的三四五六七了 对吧 这 在底下呢 我再输入一个一点五 哎 然后呢 我再向下拉动 拉动 拉动 又又 出了 我用 一点五进行 进行 这个 这个 放进去 就是说用一点五 再填充一个序列 这样可以吧 可以 可以之后呢 然后我再把这整个呢 数据进行一下排序 哎 这这这不对啊 这一点五 它是不对的 把这个数据 把这个范 范围里面 按照这一行 进行一下排序 数据排序 扩展选定区域 这样排序了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排序的顺序错了 是吧 我先重新排一下序 扩展选定区域 哎 数据排序 那么这个是 就是从一开始了 一 一点五 二 二 二 五 然后呢 你再把这一列删掉 是不是也实现了这种功能 对吧 你说这这单元格的样式怎么不对 没关系 咱们这样 给它复制一下样式过去 可以 今天 天文格式 这样 是不是 是不是后边这个 这个 它这个值 它也 它也实现了这种 中间插一行 每隔一行 插一行 每隔一行 插一行 所以有的时候 你不必要选择特别复杂的公式来完成 你使用最简单的方法也可以 包括这两个怎么办呢 哎 我可以按住shift 把它移到 移回来 就可以了 对吧 好 这是offset 然后是match match 其实刚才已经说了 咱们再看这么一个东西 比如说呀 哎 我这块呢 是编号 编号呢 这是国家编号 我 我先把这一行删除掉 这样能够看清楚一点 在编号里面呢 咱们使用数据有效性 把它定义一个范围 编号是什么呢 干脆不用编号了 用 用 还是用编号吧 这是序列 来源是这个范围 好 然后呢 确定一下 这底下呢 属性 属性呢 是选武器 当然这个 不选武器也可以 咱们再用数据有效性 再给它定义一下 这还是序列是吧 来源是什么呢 来源是这个范围 好 再确定一下 那么有这样的属性 编号属性 姓名属性 和武器属性 那么大家注意 现在实验什么效果呢 当我选择这个编号的时候 某一个编号 它相应的选择他们的属性 我可以知道他们的姓名 可以知道他们的武器 对不对 这怎么做的 怎么做的呢 咱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呢 肯定是用什么函数 咱们可以选择index 也可以选择这个offset 那么咱们这里面选择index 为什么选择index呢 因为index实际都把这个 矩阵范围控制 控制起来了 对吧 那么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index index范围选定了之后呢 咱们再选它 第几行 第几列 它第几行呢 首先第几行 这个第几行 比如这个是蜀国003 蜀国003 它是第几行 我也不知道第几行 蜀国003到底第几行啊 它是不是得用迈出函数啊 我得找出来它第几行啊 迈出函数 迈出函数 它又找到 相应的值 就是蜀国003 这F5这个值 从哪过来呢 从这个 这个范围里过来 从这个范围里过来 A2到A8 这个范围里过来 然后应该是精确匹配 对吧 也就是零 精确匹配 那么就找到相应的值了 呃 然后呢 这是index的第一个值 当然了 咱们如果不确定的话 咱们可以一步一步来 比如说 比如说怎么办呢 比如说咱们在这这块 先选 可以先找到这个 这个值所对应的 相应的行号 那怎么办 哎 先把这match公式写出来 这样 不要一蹴而就 是吧 你要一步一步来 吃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是不是 找这个范围里面的 它是 第几个 精确匹配一下 好 精确匹配 楚国003 它是三号 对吧 如果改成 蜀国004呢 它是四号 如果改成 魏国002呢 它是七号 那么这个值就找到了 除了这个值找到之后 之外 它还要找到列 它是第几列 对吧 那么找到列 还用match函数 这时候match函数呢 找low carb value 这个value F6 找F6 然后呢 找什么范围呢 这个范围 A1到C1 然后他找到这个 属于精确匹配 好 这个范围 那么这编号 如果编号是1 如果姓名是2 如果是武器呢 就是3 那么最后呢 再使用index函数 index函数 前面要有等号啊 然后他要找一个array范围 这就是他所谓array的范围 然后呢 这个后边 它是移动几行 移动几列 移动几行呢 移动的是 因为他默认的是 从这个开始的 所以说 12 1234567 如果是7的话 1234567 正好是7 所以说 他就直接用13 这个单元格里面的值就可以 而这一列呢 就是行号呢 行号如果是一开始是 如果是武器的话是3 那么实际 他只需要移动两个 移动三个就成了 那就应该是3 F3 如果这样 咱们试一下 清康剑 魏国002 清康剑 这是曹操对吧 曹操这是不对的 曹操不对的 说明是行错了 对吗 行错了就是13加3 加1 这样就对了 对吧 如果我现在再选择 蜀国004 立拳枪 人物是谁啊 赵云 对吧 这样就对了 好 那么咱们这个确实 稍微有点复杂 咱们最后啊 咱们还要把它 这个更 更全面一点 做成一个函数 比如说把这个 这不是E3吗 把这个东西复制过来 把这个E3替换一下 这是一步一步做 做成这样的 对吧 把这个东西复制过来 然后呢 把F3这个地方 粘贴过来 好 就这样 非常简单 对吧 好 这是 然后咱们再讲 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实现 什么功能 先看看 这是所谓的二级菜单 分成两个区域 一个区域呢 是华北 一个区域是东北 一个区域是西北 那么当我选择 第一个区域的时候 底下的这个 子区域进行变化 华北的时候 你看 华北的时候 如果 如果选择华北的时候 这个区域是北京 天津 河北 对吧 如果选择这个 东北的时候 这个区域里面是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对吧 如果我选择的是 西北的时候 那么这个区域是什么呢 青海 陕西 甘肃 那么这个东西 怎么实现的 第一个好实现 对吧 第一个太好实现了 第一个就是数据有效性 一下就出来了 选什么呢 序列 什么范围呢 这个范围 对吧 确定一下 有Area 可以出来了 那底下这个东西 怎么出来 底下东西 肯定也是用数据有效性 出来 但是这数据有效性 是怎么出来的呢 这咱们就得 使用offside函数了 怎么用offside函数 offside函数 offside函数 首先从哪块开始引用 从比如说 从A1这个单元格开始引用 A1这个单元格 它是第几行 第几列 第几行呢 第几行 首先我要知道 这个华北的 这个 它是第一行 华北的CG 那么你就应该知道 它是一个match函数 对吧 match函数 match函数 选择的是谁呢 选择的是B5 B5到号 然后呢 从array过来 从哪个array 从这个 从这个array过来 然后呢 它是0 精确匹配 这样找到1 比如说华北是1 然后呢 东北是2 西北呢 就是3 知道这个之后呢 然后再在这个底下呢 选使用一下这个 等于offset offset 第一个是引用起点 是这个起点 呃 呃 然后是移动几行 移动一行 对吧 移动几列呢 假如是3的话 应该是3-1列 对不对 如果西北的话 西北是3嘛 实际应该是3-1列 就是这个-1 C5-1 C5-1列 然后是高度是多少 高度是 高度应该是1 对吧 或者不填 就是默认1 宽度是多少 宽度是3 哎 这样 你看 这样是不是出来了 这样是不是出来了呢 咱们 它出来一个吉林 吉林 这个好像跟咱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是吧 A1 然后呢 Rose 移动几行呢 移动一行 移动一行 就到这一行 移动 这个移动几列呢 移动的是这个 C5-1列 高度是1 宽度 高度是1 没错 宽度是3 吉林 那么这个 如果是A1移动 移动一列 C5-1实际是多少 C5-1 C5-1是2-1 那么是不是行列错了 首先我要看看移动几行 移动几行 一共应该是移动 C5-1行 对吧 C5-1行 再移动几列 移动一列 然后呢 移动的高度是11 默认 宽度是3 好 这样是对了 这样是对的话 然后 我把它设置成什么呢 设置成这个 Ctrl-C 我先把它写成一个单元格的格式 把这个 C5这个 这个过程性变量 放到这个位置上 好 放过来之后呢 然后我在我在这个单元格里面呢 再使用数据有效性 它是属于序列 这个俗称是二级菜单 是吧 选中Ctrl-C Ctrl-C之后呢 然后是 这个数据有效性 然后在这个序列里面选择这个 大家注意 这是不是就选择出来了 确实就选择出来了 这是二级菜单 如果这个二级菜单 第一个 我选择 华北呢 底下就是北京 天津河北 这样就出来了 二级菜单 就实现了这个功能 那怎么才能让它自动刷新呢 那么 肯定是在单元格式里面 设置一下 它有没有自动刷新 这一下 没有 没有怎么办呢 没有可能只能 需要在这个VBA里面设置一下 这个 当这个值变化的时候 每一次都自动刷新了 咱们这次主要呢 就讲这些东西 好 这次就这样 谢谢大家 再见